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阵子想必大家都卷起一股开放风 天线这次喷火龙可就是打得相当开心啊 碍于要说的卡片有点多 今天能说六旋七张卡给大家参考参考 日后如果有新增的话 再来考虑制作单张的影片 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 还没订阅呢帮忙订阅一下吧 混音就这开启了 若想提醒知道大量发展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混音心理文章 1.彩虹能量 若起Avista在海外EXP的环境中 因为有双龙人的关系 也是主流排行之一 而繁重版虽然没有双龙能 但有彩虹能量 极光能量 双重无色能量等 合计8彩4双无 让若起Avista一样充满可能性 其中的彩虹能量 只有第一版的重薰机有收入 除了之后没有副科外 也因历史久远 分散在各训练家手上 2.四额阵容20大王隽恶克斯 主要看到他的隽恶克斯招式 三颗能量就可直接拿两张夹伤卡 比起那个碰头小肘 居恶克斯还暴力 是采用若起Avista最后的必杀号伙伴 也可以在前期直接开奖伤卡 拿出关键的卡片 收入在传说交锋中 并有三个版本 3.二十大王 之前若起A登场时 想必玩放逐的各位 一定都了解长毛狗V的好用 而这张二十大王 甚至不管是不是基础 只要将对手昏厥 就能多拿一张奖伤卡 能量就有两彩一双使用 相当灵活 同样收入在传说交锋 阿卡的他 在当时有波卡跟闪卡可选用 4.超浓炮虫V 开放赛之中 有电气力量 雷霆衫 卡普明明等 让雷属星构足 后功能大出去的几率 直接登天 刚好若起Avista落雷 可使用雷刚V轻易昏厥 或是超浓炮虫V 加两根电气力量 昏厥加封锁物品 直接让若起A顺天 收入在无极力量 距离这次介绍最近的卡片 但一副可能需要2-3张就是了 5.卡普明明 刚刚提到的卡普明明 是收入在美梦成正的弹刺中 而零星卡的他 在一盒扩充包中 最多只能抽到一张 在当时就已经成为 最受关注的零星卡 6.放足搅拌器 喇叭啄鸟 在开放赛制中 有了回收网的回归 可减少排除4-6张的换位卡片 而看到更早期之前的放足系统 也就是剑子冰的时期 放足搅拌器跟喇叭啄鸟 是当时累积放足区的好方法 有了这两张卡的加入 后一放足时苦再是梦 不过放足由于海外卡池太大 导致繁中版训练家 教育方降可参考 两张都收入在美梦成真 综合商务所说 目前的开放环境 可说是采用洛琪亚 敲龙炮虫 以及放足这三强顶力 是有少部分的三神 或是喷排间链出现 天线这边持续观察 这几次喷火龙开放赛 我所使用的彩虹洛琪亚 应该会在这星期三 或星期五上面吧 好了 今天的介绍 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你有觉得开放赛制 什么牌型最强呢 都欢迎留言在这讨论 喜欢你们的话 可以帮按赞拜托 谢谢观众 也记得订阅支持哦 影片结束 拜